主攻六号最后打了几个漂亮球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决定比赛的胜负 靠这几个球还不够的 总体来讲俄罗斯要比澳大利亚要高一块 就说明显的就是俄罗斯对它这个包括进攻点 进攻点它也说 两个后攻接应包括两个主攻 所以说澳大利亚的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大量的 包括它的后攻 其实明显的实力就不如 对和上好像澳大利亚也有点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局应该讲澳大利亚还是打得不错 有机会就是最后关键时刻一个是发球失误 那么最后一分的也是两人撞在一起的 最后被判这个维利以后呢 这个10分 丢了这两分是非常可惜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局 澳大利亚对18号这是奥尔德曼 1米91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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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反击 他这个球啊老是就是比较离防太远啊 哦 看出了 好球好球 好球好球好球 他比较完整 好球是哈 我发球好像不太敢不太敢穿这种球 也是跳发 不敢发力啊 其实跳发你就要发力的去跳 如果不发力跳的话就像打发力啊 你让他复攻打起来 你看他就打你中线 你也没法弹 这两个复攻很高 又破掉一圈了 打手突破 追二传 17号卡洛尔2米04身高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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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号就两个球啊卡洛尔 对我觉得二传现在给17号的整个配合上面还要 还要多给一点球就两个人找找大赛时候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你训练时候的配合感觉和一到大赛 因为队员大家都信奉以后跳起来的高度 做好的速度都会不一样 对 嗯 17号如果能够打出来的话 澳大利亚应该讲攻击力还还可以的 包括他那个6号主攻 4号队长二传 可能那个实力方面要稍微欠缺一点 但他经验有 老大师队就要暂停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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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过了 三个人 对 老整还是从背后上来的球 又在6号里这球很难过去 正面对方三人来往 1号把球来个死 缓开一对一 男排成功率就非常高了 只要是一对一 如果二传能够把对方的副攻缓开的话 连续两个副攻都被撑一下 原来是这个变得也挺快 暂停以后就效果很好 连打两个澳大利亚连续两个副攻都被撑起大反击 这球失误 失误的话可能澳大利亚会变得 不会再给副攻 所以就看得出就是在这个 俄罗斯的两个副攻确实很厉害 一个身高比较高 这么高的两次球直上直下那么抖很难防守 他变了俄罗斯双位篮网早就在4号位 现在的篮网不光是你那个 整个篮网的体系 就以副攻为主跟对方的二传再开始斗 他始终要脑子要攥在你二传前面 尤其是蓝牌 因为蓝牌一旦被晃以后 那进攻打你应该是 如果晃成一对一 那他应该是完全有能力打死 而且蓝牌的队员呢 他这个整个的判断 移动确实是要比女牌的要好 对对 移动也快 所以说这个 在斗子当中呢 这个变化也更多一点 嗯 啊不踩的球还过去 这些过号并不凶 对啊 直接过完了 好在这个18号还是 看到 直接起 拦 拦住 对方的15号 13号没有打成 7比7 这个球还凶 这个球就是发力 对 这局 这局从澳大利亚的发球开始 应该比上一局要做得好 这个刚才这球明显就是说 一个是他这个机身 跳起来 你看这发球 他这个跳得比较高 机械短 对他 发球他敢果断去去去去去去 因为你这个球 不拼发球的话 你打俄罗斯太难了 确实到目前为止 澳大利亚就发球这个直接得分 不多的 好 在第二局呢 是澳大利亚目前是8比7 领先进入第一次进入暂停 对啊 对啊 男排也不容易 亚洲第一次拿到冠军 嗯嗯 嗯嗯 而且是九胜一副吧 唯一输一场 输中国男排 最后一场 他从小组赛开始打 确实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 就看你说澳大利亚对他这个实力呢 如果他那个高度力量在亚洲的话 他还算不错 对啊 啊 二十也拼了 这时候发的很松 聚会 啊 哎呀 他出界了 他出界 他出界 好 他出界了 这个 还得出界 aksi 他 Exactly 我不能接受 小姐 大的 就是说这个宫的时候后宫上来以后全部在前头 只有一个自由人在后 靠近网了 好球 黄一个 像以前这种球就吹掉了 双方争承 但是这个现在就看谁的实力 对 摁死为止 你看双方力量都很大 而且这个 对 一号很老道 对 一号 他晚出手先让你摁 而且一号摁完了以后 他再反 反复 一号他本身转身一会过来 应该讲 从这边来讲 就是正面上去这个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要有力 这球就打实力了 好球 防守不错 这个球就调整能力 也是三人篮网 对 对 对 两个人篮网 澳大利亚覃动 澳大利亚晋误暂停了 本来是8比7顶先的 现在一下子也落后 我觉得从第二局到目前的表现来看 澳大利亚应该比第一局做得要好 他从发球环节开始 嗯 嗯 还是对 俄罗斯有出租一面6号发球不败 昨天澳大利亚对韩国3比2 澳大利亚赢韩国第五局打到29比27 第五局打到四五分之打到2927 这个争夺太极了 现在这个战术变化也比较多 然后调放一键内 球处理的 因为这球在整体在网口的话 就双方都可以按 因为他没想到阿珊就没碰球 所以他果断一点 阿珊又怕裁判吹他过往这球 啊 手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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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回处理的 还是你们不要上去 快点后 average ABRAC 亚特上场的13号 福克尘 这是机会 福克斯刚上场 2.05的身高 对 左手的复攻 有时候左手复攻 其实世界上都应该讲是比较少的 对 左手 因为他这个二传的基本面都是对着这边 那么打他传这个快球的时候 你左手跟右手的差 反一反 所以说也会 哎呀 没有配合好 啊 直球 啊 这外 从标杆外 这样的话呢 那第二次继续暂停是俄罗斯队反而是16比12 对 14分 在第一继续暂停的是8比7 对澳大利亚的一次 对澳大利亚的一次功应该讲不是做的不是太理想了 俄罗斯现在对他整个的快球体系现在基本上他能防住你了 第一局澳大利亚的到位的情况下快球他能打 然后第二局开始俄罗斯开始对你的副功开始开防了 对 他的效果明显不良 所以他换上了个13号 那边左撇子 有时候左撇子和右手他正好有一个肩的错位 对对对 他问题左撇子上去以后二传的全球难度也会加大 嗯 二传的有个习惯不习惯的 应该 俄罗斯比那个澳大利亚整个战数数量上还高一块 整体上感觉就是说他的一个流畅性啊 各方面就看出他这个战数量也很高 对 今天看场上的表现就是俄罗斯还没有完全就是很很很 投入的在在在这么大比赛 如果俄罗斯碰巴西啊 碰包括包括俄罗斯这次如果再碰西班牙的话 他肯定要复仇 对 我说欧洲那个 欧洲总标赛 西班牙最后拿冠军了 西班牙拿冠军 最后三标赢得他 他肯定要复仇 这次进攻实力确实很强 你看太队 魚 球阻手其实也有实力 17号 卡洛尔 线路选择也不错 他刷队长花蜜 刚刚上场我们队员 谁说 你看男排现在防守反击也好 一次攻也好 他在三比线里面 只要球起一定头有一定质量的球 两边全部评他看 俄罗斯特别明显 俄罗斯二号位的背评 应该比澳大利亚打得更低 世界上因为欧洲和欧洲高度也高 你有高度 我也有高度 那么我一突破对方的办法 就往速度上走 有时候就说二传毛做法 这点很方便 平板开高个对屏 这个就是速度上下的突破对手 对 他能够把你的副攻能够突破 但是呢这对二传的要求也非常高 因为速度越快 对整个阶段的把握更不容易 你看这两个球其实都没传 就特别好的阵 但是那个背篮也太低 这个球又太扎网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攻击的 这个攻守很困难 往往容易被篮死 对所以他也是对矛盾 就是你越往速度快走的话 但是对你的精确程度要要求更高 5号的跳发出界 阿尔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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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发球得分 选择的不错 鸭主弓跳发 就蓝牌现在完全有这个能力 就是他跳发 他还要找人还要跳发 这自动时间真的很强 空中一看就蓝牌 然后对方想掉 没想到这个稍微低一点 我们直接就蓝下去 再撑一把 对啊 往下落了再伸一下 一撑 搭一手拍一起 俄罗斯队友行都暂停了 现在这个这段时间呢 拉利亚队的队员显得还比较兴奋 打了几个好球 拉利亚如果发球能够发出来的话 俄罗斯也没那么轻松 俄罗斯你一传不到位 其实都不好打 你让他到位来到他复活就糟 一传不到位你很难止不起 你最多两倍拉开 或者加一个后攻 对你防守反击来讲就会有力 二传这段还好下球了 连续给五号的两个二号五 其实这个是一个转折点 就没给好 第一个背来 第二个又是给的很脏网的 这个给二传心里会造成有点硬 就我今天二号位怎么传的不太顺手 二二发球突破掉 这时候是老板别人跳着了 正点呢就是你看 现在一号刚才的经验其实很丰富 刚才王口就摁球 对啊 第一个叫你说刚才这个球过来 他马上就退 他接我就先阻止有效进攻 不跟你再往上争 争的话有可能就是说 盼我这个为例很失误 一号是俄罗斯队的一号是 就是赫尔涅耶夫 两米身高80年出生 刚把比分最近又连了十了两 这就是高手和比较弱一点队的差距 他紧一紧他马上能起来 整个都是暂停以后 你看到马上又不一样 他这么一会 进攻 他能抓得起来 就弱队有时候你可以冲 包括现在因为每周的分子 你可以冲掉一局 可以冲到两局 但是你要把整个 比赛的整个局面扭转 你要赢 那应该讲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场又不到位 所以说在四号五的进攻 相对讲起来总够困难一点 因为他其实这也是第一轮 就天鹅船在站四号五的这轮 所以他这个想通过对方篮网 没想到15号呢这个换一个主攻 莫尔科夫210的身高 难死现在换了